最近,深圳新房炒作引发全国巨大争议,楼市打新,一套暴赚500万以上,导致千万豪宅,万人哄响。 面对如此疯狂的现象,官媒联盟发声表示,坚持住房不炒,需要硬核举措,抑制投机行为。 话音未落,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便发表重磅文章,暗指房价调控,迫在眉睫。 11月27日,周小川在央行研究第三期发布文章表示,过去看似很成熟的通胀度量,现在看来并不理想。 当前的度量显然存在着忽视投资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问题。 资产价格应该要算入通胀考虑,但怎么算入还需要研究? 哪些资产价格应该要列入通胀,算进CPI里呢? 毫无疑问,房价当然首当其冲。 中国官员有个现象,就是在任期间什么都不说,一旦退任下来,立即就变得敢说起来,而且水平其实都很高。 周小川这个发言,点到了很关键的领域,也就是资产价格的膨胀。 众所周知,衡量是否通胀,主要看物价指数,即CPI。 中国统计局参照联合国创立的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,结合国内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抽样调查资料, 将CPI的调查内容按用途划分为8个大类,262个基本分类。 在每一基本分类下,选择于生活、消费相关程度高的具体商品作为代表,也就是规格品,用于计算CPI的具体数值。 但是,房屋价格是不算在CPI里面的,因为买房被算做是投资,不是消费。 但是问题,恰恰就出在这里,如果衡量通胀,不把房价考虑进去,就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,房价上涨,房产市值变高,必然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。 2015年以前,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价,都在5000块钱以下,短短5年时间,因为棚改、信贷推动。 现在随便一个县城,破万的例子,并不少。 但是,CPI呢,根据最近统计局发的数据,同比涨幅,已经连续三个月收窄,回落至0.5%,为2009年11月份以来最低数据,创出了11年以来的新低。 而9月份,也才不到2%,跟两年前猪肉没涨的时候,差不多,按国际标准,3%至6%的CPI指数,才能算作通胀。 所以,现在的通胀指标,真能反映现实状况吗? 这种情况下,通胀数据,虽然没有变,你能说房价破万,不影响消费吗? 现实情况是,居民都得多存点钱,才能买得起房。 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? 因为房子和教育,福利挂钩。 用于消费的支出,必然会变少,从而拖累经济发展。 另一方面,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,还涉及基础设施、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。 也就是说,养老和医疗的支出越来越高,即便现有物价指数再低,对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用处? 大家还是拼命存钱,买房,买各种价格上涨预期高的资产。 这就带来一个后遗症,人们基于对未来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的恐惧,人人都在买资产,形成一致性预期。 当资产价格被推高后,创业、做生意、办厂、兢兢业业上班,还没有买房赚得多。 这样一来,整个社会,谁还会去认真做实事,全都一门心思地攒钱买房去了。 如果没记错的话,CPI应该是为了反映人们的生活成本,体现人们的消费现状,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。 如果房价比诸价,更能体现人们的消费现状,CPI就应该与时俱进进行更新。 目前的CPI数据,是统计局根据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,给每个分类定一个全数。 简单来说,就是人们买某类东西,花费越多,该商品在CPI中占的权重越大。 在2020年的疫情之下,如果把买房看作是一项消费的话,房地产消费的情况,仍然好于一般消费品。 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,2020年前十个月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1901亿元,同比下降5.9%。 那么,房地产消费呢? 还是统计局的数据,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为5.8%,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比,高下立判。 比较有意思的是,和房地产相关的消费里面,家具类为负增长,负8.7%,建筑装潢类为负增长,负6.2%,这也说明,确实有一部分人,只是单纯的买房,而不是拿来住的。 现在全国房地产年销售额高达16万亿,如此巨大的交易量,却没有办法反映到物价指数中,即使已经把房租纳入,所占权重也没多少。 把房价变化纳入通胀考虑,表面上只是一个指标的变动,实则影响整个社会对通胀、房地产、金融体系、消费水平的评价。 举个例子,近两年以来,深圳、宁波、杭州、东莞等地房价上涨较快,苏北的徐州、淮安、延城,以及浙江的绍新金华,涨幅也都超过了10%,这部分房价变动,就应该细分到当地的通胀体系中,因为房价高涨,必然会挤压当地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。 作为吸纳,六成居民财富的市场,房地产已经和经济高度捆绑,当楼市开始影响货币政策、产业转型时,早晚都要告别,大差大件事的增长。 接着周小川的文章指出,在人口结构变化之下,很多年轻一代,尚有老价有小,到手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多,他们感觉,未来生活压力大。 这种预期,不是现行通胀度量,所能反映出来的。就算有政府补贴,消费者会预估到,财政赤字和累计债务,越来越大,其中包括,地方赤字和隐信债务。 那未来,迟早要加税,或用某种形式的通胀,来由居民承担。这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 以上这几段话,其实就是一个核心思想。 现在的物价体系,是没办法,反映真实的生活成本。 既然不真实,那根据该体系做出的研究,决策基础,就不复存在了。 所以,把资产价格,包括房价,纳入物价指数来考虑,也就会,更合理一些。 一言以蔽之,人们对未来生活,是否有信心,光看消费指数的变化,参考价值,已经不大了。 所以,不包含房价的CPI,犹如给汽车,拆除了车速表,让管理层没办法感知到经济的冷暖。 极易造成,货币超发。 CPI这个经济报警器失灵,与之对应的调控手段,也形同虚设。 这都给经济,埋下了隐患。 周小川提出的,应该把房价等资产价格,纳入CPI考核。 这个说法,本身影响巨大。 这个试点抛出,也值得玩味。 什么试点呢? 中国统计局一般五年一次,对CPI权重,进行一次大调整。 毕竟要反映不同阶段的,国人需求变化,和生活变化。 上一次对CPI动手调整,是在2016年的时候,当时最大的变化是,降低了食品的权重,提升了烟酒的权重。 据国信证券的测算,2016年,中国统计局,把CPI中,食品的权重,从大约32%,降低到,17%至21。 烟酒权重,则从3.5%左右,大幅提高到5.5%至6.5%。 2021年,中国统计局,即将再次调整,CPI的各项权重。 那么周小川的文章,显然在提醒相关部门, 是时候,把房价囊括进去了。 接下来,周小川还特别提到,如果资产贵了,养老投资的回报,就会降低。 未来养老金,和医疗支出都很大,依赖投资回报,且具有长期性。 如果资产价格很贵,债券收益率,也很低。 那么人们,为养老投资几十年,但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数量,是不足的。 养老金讲究安全,养老金投资的,底层资产里, 债券等保守低收益资产,是核心。 如果货币政策太松,导致债券收益率过低。 实际结果是,养老金压力,会越来越大。 除了提高投资水平,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, 周小川,给出了另外一个思路,控制货币政策, 别让养老金变毛了。 控制货币政策,引入资产价格,把房租换成房价, 把房价权重,提高到适度比例,显然最为合适。 对养老金收益率来说,要控制货币政策, 在货币政策里,还需要,定向控制房产收益。 只有这样,才能让养老金收益率,维持在相对高水准。 总的来说,周小川的发言,表面看, 这只是一个,关于通胀变化的学术讨论。 但实际上,却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,深刻问题。